字幕、呈光 字幕、 Cindy 大財團明天рат小雙診 開始 Title President 請簽名名字 如何簽名名ulars 全賣可樂,上億街坊,但可樂給壓力供應商不供貨 作為一個自由市場,他有權不賣給我,他有權要求我賣多少錢 只不過我覺得你賣這麼多錢,我的含售我不賣,我也對 他最後老修成路說什麼都不賣給我,我覺得不應該發這個脾氣 我都不可以說他不對,因為這些是他,他是貨主,他有權賣給我 大財團趕盡殺絕,不讓人去便宜貨品的街坊 當然興奮,說真的,大家退一步而已,做生意,對吧 香港到現在還未有競爭法,政府五年前 已經向公眾諮詢,去年年終才在立法會提交法案討論 要完成立法,估計要等到明年年終 好像林偉進間零食連鎖店,最近懷疑 因為對手向供應商投訴他貨品賣得太便宜 令到供應商不再供貨給他,不過這類行為目前是合法的 小商店面對大財團的名槍暗戰,要生存就要想盡辦法 隨便看看,隨便看看,新優惠 張明一,十幾年前在港大經濟系畢業之後 就幫開工廠的林偉進打工 年多前,老闆決定多開一份做零售業 不過怎樣經營零售店,他們始終都是外行 對行內的潛規則,問所未問 會員知道的,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你叫多些認趣之友過來 我讀中學的時候,很流行的夾鬥遊戲 屈機是你用遊戲規則的漏洞 而重複使用遊戲規則的漏洞 直到對方失敗為止 這些叫屈機 當時有屈機後,輸了 便可以發脾氣,關掉遊戲規則 大家不能還 但當然需要一定的背景實力 才可以做到這個發脾氣 否則很嚴重 可樂事件算不算屈機呢? 可樂事件算不算屈機,不是我老闆 林偉俊就是阿一口中的老闆 他做開工廠,經營連鎖零食店的方法 是照搬造廠的一套 即是落單的買家 對生產線的成本和利潤都一目了然 很透明 他們做零售的貨品 都是自己直接由外國入口 少了一重代理 成本少了,貨品定價可以低一些 一律是內貨價加上百分之三十七 林偉俊說 自己生產電子線圈三十幾年 一向靠量多 即使得幾分利潛 生意仍然有得做 現在他做零售利潤有三四成 以生意來說,好好做 他說 想不到零售行業 原來在定價方面可以很飄忽 不是的,資料可以拍攝 不是的,我們這裡很開放 外行人做事最好用固定這個方法 是啊,這個是不是打破常規 是打破我們外行人怎樣走入行裡 而減少了自己去估 誰不想賺多一點 但是最大問題的客人 去旁邊那間看過你 搞錯 為什麼人家會比你便宜 不是我一定要最便宜 差不多不要緊 但是可能會差一元 客人會說你 做一個不是便宜 就是稍微有一個準則 有一個公道 這個公道是 有一個標準的模式 其實才行 這個標準模式是什麼呢 就是日本本土賣的一個價錢 這隻都是狗美的 有隻狗美的 兩個二人錢也是 你不是吧 過三人錢回來 兩個二人錢你會試試買 不是,兩個幾十人錢 也不是運費 林偉俊要和大型超市競爭 殺手簡是有自己的貨品來源 他說公司勢夠靈活 又肯去世界各地找平貨 我覺得做人是應該這樣的 做生意 要明白一些 其實我們是 如果找到對的東西回來 那些客人其實便宜在哪裡 便宜了一個訊息 他不知道原來可以 在一個洞 什麼時候的角落有間店 賣東西這麼便宜 我們買回來 他沒有去那裡 那麼我們剛好撞到他 或者故意去找到他那裡出來 那就大家好 大家有個好處 所以絕對不是去搗彈他們 雖然我那天 早前說 我好像一個搞事的人 其實我不是搞事的人 但是我們冒實那個鬼 就是做狗 你正常競爭就是技術性激導 如果你用反競爭行為 基本上就是打人要害 打人的臉 諸如此類的行為 港大法律系助理教授鄭健寒 是司委會競爭條例草案工作小組主席 他說條例草案看似很複雜 其實要規管的反競爭行為 可以很容易理解 用普通常理都覺得不合理的做生意手法 就是要規管的行為 其實自由市場競爭 如果以較低的價格 更高的產品質素去和對手競爭 是絕對沒問題的 其實我們之所以說反競爭行為 就是當你用一些手段 去局限自由和公平競爭的機會和環境 令到對手不能夠在公平和公開和自由的環境之下和你競爭 就是反競爭行為 即你說現在可能有些大財團大公司壟斷市場 其實到最後去哪裡買是消費者自己決定的 黃松家在屯門的這間小型超市 上兩個月重新開幕 他的超市原本開在梁景村 十八年來一直服務街坊 直到年多前 領會接管商場之後 他被迫遷要結束營業 我們一直都是逐水而生 我們這位置只有順勢而生 整個大氣候是在大財團壟斷底下 你不順勢而生 你怎麼可能生存呢 我們有一些金像啊 應成啊 我們有十元優惠券 優惠券我們指明 就只可以進來我們這間店裡購物 顧客呢 也都大家心領神會 知道價錢是多少減多少 因為我們如果是說價錢 直接赤裸裸去減價呢 是不行的 有幾個箱 有幾個箱 這裡有箱箱 然後裡面呢 裡面還有 車出來吧 我一車就車出去吧 現在在香港這個社會 又沒有其他法例去管制的時間 你只有是靈活一點去處理 你不能說 你要跟他們一用價 你就變成另一間主流市場的價錢 沒有個有因給街坊買東西 黃松家家店是自己物業 不用怕再給業主加租 甚至迫遷 所以他在貨品定價上 有多一些自由度 可以賣便宜一點 壓力沒有那麼大 在香港這個社會的機制底下 政府又不肯去幫一些普羅商戶 小商戶 這樣 只有是那些大財團 一路去魚肉 受影響的就是基層市民 譬如其實我覺得很貼切 我們和其他主流市場 我們是小蝦米 距離黃松家間街坊超市 不到一百米的街口 有一間家庭式24小時便利店 主要賣開報紙、雜誌和飲品 附近還有兩間大集團連鎖便利店 店主黎先生說 他在這裡做生意已經十幾年 面對大集團競爭還頂得下 不過兩個月前黃松家間超市一開業 就搶了他兩成生意 因為他始終把他拿貨價來做 跟我們要每一樣都要賺兩毛錢三毛錢 才能夠生存 三十幾元商回來 每個人知道 那我豈不是有二十五個利潤 一百分之二十五 兩元 是吧 一元有兩毫半 兩元有五毛錢還不夠 如果全部有兩分半生意 買到九層樓便可 對吧 你哪有兩分錢生意 這才能夠生意 一元便可 沒二十五個利潤 來吧 一元便可 十五個利潤 二十七個利潤 他至今 在家興貴 家興貴這裏五毛錢 五毛錢 你的每每次都逛一元一頭 是吧 我們的師父親 最厲害 算這價錢 競爭力來說,如果零售要按到這麼低價錢,都會很傷,很傷的 因為我最喜歡一樣,我有這些來幫幫我的租行 還要靠業主不加租,對吧? 但如果你說業主無良業主,不斷加租,不斷加租,一樣死得 拿貨又要付錢,沒有錢給我問我,他肯不肯付貨 講錢實而已,不用看著我,大哥 不是我的聲音,是沒有人相信你 他說他是蝦仔 他說他也算蝦仔,他胃口又大,他也是蝦仔 我們不是微生就說什麼,就等死了 一等淘汰而已,業主家你租你淘汰就行了,對吧? 你說競爭法出了,他們是不是用手段 你除非派臥底,歐盟那些很多時候要臥底 是啊,如果沒有臥底,你根本捉不到別人違規的東西 其實市場是可以健康一點走的,但這是很理性化去想 不理性化就是大家在這裡惡鬥惡罵 是啊,這傢伙拿錢出來欺負人 我又罵別人的大霸權,他壓了整個市場 如果有機會進入這個圈子,就應該想到一個方法 試一下改一下模式,我才有市場 其實我覺得這一種,我自己也是很世間 真的是幾個人開始的廠仔 自己很知道,世間很無奈,真的很無奈 這裡,那邊也是我們 林偉俊開零食連鎖店,是他的副業 主業是中山的時圈廠 論規模,在行內屬於頂級 手上長期有幾個外國大牌子的訂單 一條拉,六百萬一條 這樣計算一條,六百多萬 最重要是,有單 我現在的客人肯要 和我現在的街坊肯買 是一樣的 我只能開零售一樣 我現在賺多了它 讓客人吵我,這家貴了 隔壁那家便宜,我再減一點 再隔壁那家便宜,也減一點 哪一種好呢 直至尿當 實際一點 我希望客人進來,以後便進來 即是他們剛才帶客人來 那個日本人 他退休了 他來這裡跟我們說聲拜拜 我剛才說不出來跟他拜拜 他真的來這裡跟我們說聲拜拜 對呀,做到他退休 他至少也要光顧我二十年 他自己 這樣才是生意 生意不是做一局的 在內地開廠三十幾年 林偉俊經歷過08年金融危機 生意大跌 今天總算能夠熬過難關 你一定要想辦法 將管理成本 找第二部分來攤 今次都 那我們就大家長穩 是嗎 那些不便 他說發展零售業務 除了找多一條出路 還希望在香港累積經驗之後 將來在內地大展拳腳 我們要做這件事 殺多飯 殺多飯 要不要加人 肯定不用加人 以我們這裡的搬運力量 比香港 林偉俊的連鎖零食店開業年紀 已經確鑽到60間分店 計劃明年第一季開舊90間 舖頭開完一間接一間 他們由西店變成大型營鎖店 上兩個星期有報章接到投訴 林偉俊被更小的零售店批評 以大欺勢 每一天都說明了 大盒小 小盒小 小盒近小 他覺得多一間在這裡 吃飯就這麼多 多個人去分了一碗飯 當然有影響 這個 這個 都正常的 正常的 我不是說要做善事做好人的人 我不是 我覺得 我都是做工作的人 如果我做一份工作 我不是走去欺負你 如果我做一份工作 出來好像 我是剝順做員工 才可以找到餐額 我都睡不著 就是這樣 有時候可能已經看到一個肥佬 在他面前出過幾次 其實我去過他三次了 我一直觀察他跟我們的差異 最大分別是什麼呢 我的貨 我脫離了中間供應 受壓的小型零食店老闆 遠距訪問 不想再多提批評的事 當時他們向報章投訴 說街坊生意原本很穩定 現在好像和人單打獨鬥 擔心最終會做不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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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阿信屋 各個最低零售價的事情發生之前 其實 推動競爭法的這麼多位 大家都 有些苦無辦法 大家都覺得競爭法是非常技術性 非常複雜 但是其實競爭法到最後都是為了民生的 是為了消費者的利益 競爭法最終的目標是保障消費者 其實我想到目前為止 大家的討論都忽略了一件事 就是其實競爭法最主要 最終的受益人 最終要保護的人 就是消費者 廣大的市民 不是保障大財團 不是打擊大財團 不是保障中小企 亦都不是打擊中小企 只不過是為了 維護一個公平開放的競爭環境 以自由競爭情況之下 是令消費者在市場上得到最大的利益 以最低的價錢買到最好的產品 10元 現在12元 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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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如果正常價格競爭就沒問題 但如果當供應商跟零售商說 不可以低過這個價格去賣 而產品在市場上又重要 那就可能出現這個競爭的問題 這裡你看到8公斤米就賣89.9 然後還有10元現金回贈 減價當然是正常市場競爭 但其實大家都可以想一下為什麼這麼奇怪 為什麼超市如果要減價 不直接減10元而要用10元的現金回贈 其實是有什麼原因令到超市不能夠直接減這個 這包米的價錢呢 其實都可圈可點 明知沒有那麼壯斷 總之每次去都貴 真的嗎 對,超市人每次去都貴 之前買一次都省得10幾元 對你來說,這10幾元就真的… 真的 是啊,打車夠了 回家這麼打車也夠了 白街啦,維康啦 價錢沒得你選擇 以前都是有得比一下 但是現在沒有 一樣 人為通脹 不是真的通脹 人為通脹 競爭法草案建議 在市場中 具有市場權勢的商戶 不得妨礙 限制或者扭曲競爭 濫用權勢 這些行為 包含對競爭對手的攻擊性表現 損害消費者 限制生產、市場或者技術發展 接著來是 美姐有請 我們來做集合的 全部都有 過程 那天 他們要來感受 競爭 哪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